在一个晴朗的夜晚 月亮又圆又大挂在夜空中 一群猴子在树林里玩耍 它们有的在树上跳来跳去 有的在地上休息 其中的一只小猴 独自爬到小河旁边的一棵树枝上玩 突然 它发现河里有个发光的东西 它靠近一看 惊讶地发现原来是圆圆的月亮在河里 于是它着急地大叫起来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月亮掉到河里去了 一只老猴听到叫声 慌忙跑到河边 看见河水里的确有个月亮 大吃一惊 老猴也跟着小猴大叫起来 糟了糟了 月亮掉到河里去了 它们的叫声惊动了猴群 一大群猴子都好奇地朝河边跑来 当它们看到河里的月亮时 都一起惊叫起来 哎呀 月亮真的掉到河里去了 猴子们唧唧喳喳地议论起来 大家讨论了一会儿 都想把月亮搬回家去 于是它们纷纷爬到河边的老树上 准备捞月亮 老猴率先跳到树枝上 头朝下倒挂在树上 其他的猴子依次一个一个 你抱我的腿 我勾你的头挂成一长串 一直挂到河面上 一只小猴子挂在最下边 它把手伸到河水中 几乎可以抓住月亮了 大家都在想 这一下我们可以把月亮捞上来了 搬回家了 都很高兴 小猴子迅速将手伸到河水中 对着明晃晃的月亮一把扎起 可是除了抓住几地水珠外 怎么也抓不到月亮 小猴子这样不停地抓呀捞呀 折腾了老半天 依然捞不着月亮 倒挂在树上的老猴觉得很累 都有点快挂不住了 一只小猴开始埋怨说 怎么还没捞起来呢 有的叫着 我挂不住了 大家都觉得快支撑不住了 老猴想调整一下姿势 猛一抬头 忽然发现月亮依然在天上 他惊讶地说 月亮还在天上呢 猴子们都迅速地跳下树 迷惑地看着天空 月亮果真好端端地 还在天上